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很高兴看到大家 也很高兴看到 在座的有一些新的朋友 来到我们中间 我非常感谢神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 也学过一个课文叫做 夏天过去了 可是我还十分的想念 不知道哪个诗人酸歪歪的写着 夏天过去了 你想念不想念 现在也进入秋天了 我希望大家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夏天 夏天 加拿大夏天 那得玩 那得出去 有很多好事都要做 但是呢 希望现在在这样一个 back to school 这样一个季节 同学们都已经回到学校 让毕业回到神明面前 我们来专心来寻求 在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稍微有几句前面的话 我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今天呢 教会的成人主日学 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在一起 学神的话已经开始了 有两个班 其中有一个班 就是刚才这个文老师 文教授 他带着一个是 我们管他叫做信仰基础班 就是讲新生命 是讲我们信仰的一些非常根本性的 基础的一些道理 一些基础的真理 如果你对这个信仰很感兴趣 你想进一步了解 你甚至愿意再进一步接触的话 还没有信 但是你愿意多了解 是有非常好的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参加 当然你说我是已经信主的 是信主刚信主 有些事情我希望还想回头再 好好地再来兼顾一下 也希望你来参加 非常好的机会 是振宇和许彬弟兄 他们来带大家一起学 还有一个班 我们管他叫做成长班 或者说是叫高级班 那个班呢 是我和弗林弟兄来的 弗林弟兄 我们俩和大家一起来学 饱和书信 当然说不会详细的学 我们讲概论 所以你愿意对圣经的一些深刻的真理 有一些了解的话 这个机会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 刚才有弟兄还问我 说我也没报名 哪能参加了 看说哪去了 随时来 随时来 随时走 我说这样的 当然需要点信心 假如你真不喜欢 你说我听不下去 我觉得你这个太浅了 我比这个厉害得多 那你可以走 但也希望你不走 你可以留下来 来教我们 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宝贵得着的项目来转大 所以主日学 第二件事情呢 是我们在 我们一会报告的时候 会报告说 我们 9月26号 有一个走长城 那是一个福音机构 举办的 好像好多我们的青年同学 都已经 报名参加了 但那天呢 我们同时还有一个事情 好像我们一特别强调 就是那天晚上 你走长城 走累了 回到这家里边来 我们只有大餐在等着你 那天我们叫做 新生老生一起欢迎会 我们今天不叫新生老生一起欢迎会 这个单张已经做好了 在后面那些有很多 如果同学们 你认识你的同学新来的 你拿回去 来邀请他们 像他们去年一样 咱们来个圣会 大家一起吃喝喝玩玩乐乐 当然还要一块来认识 一块来互相认识 一块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希望大家 我那上写的是 请你 告诉你的朋友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用歌正唱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天走完 常常别回家 累着不行就趴下来 这有人等着你 你要把你的朋友一起来 第三件事情 是我们 接下来十月份 有一个很好的陪灵会 从国内请了一位牧师 为了准备那个陪灵会 发起的教会 贵国教会 要约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个叫做 四十天的进食守望祷告 我不知道大家在做进食祷告 进食过的有多少 不用记住 那那个 我知道有一些了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希望你们参与操练 不一定要求你一下进食 就一星期 那有点太难为了 也不一定费得三天 一天也可以啊 一顿饭也可以啊 不是那个目的 当然不是那个目的 但是 那个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表 我发现还大部分 还捧着 这个我们比贵国教会 差长一样 贵国教会听说已经填满了 就是你填上去 你记住那一天 那一餐 你不吃饭 但不吃饭干什么呢 不吃饭在这块忍肌还饿 在这块熬什么 不是 那天有 有祷告 那一天怎么样来祷告 贵国教会 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指南 我贴在那边了 那是一个好几页 六页的一个 你比如说你签了星期一 你去看星期一 你祷告什么 星期二 你星期二祷告什么 明天是我 明天你们可以检查 我不用检查 明天我会见识一天 我会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所以希望大家能参加 很好一个操练 对健康有好处 对署名健康更有好处 这些都是题外的话 但是人家想到了 我就先提一提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菲律比书 我们今天再讲第十三讲 这是这一节的 这个题 这一次的题目叫做得着至宝 经文是在菲律比书的 第三章 后面的一段 七到十一节 我们还是像一样 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 只是说 我现在应基督都当作有神的 不但如此 我会将万世当作有神的 以我应该使我主基督别族为职方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世 而是我本土 为了我主要的基督 并且可以在他里面里 不是由自己因对法而得利 而是由心心基督的基督 就是因现神而来的利 使我们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灵 并且晓得和大灵复活 晓得他的死 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灵复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恩主啊 我们的恩主啊 我们知道 你真的是我们的至宝 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 也许我们 没想到 也许我们 没仔细去思考 我们把你这样一个至宝 放在一边 我们去追求那些 本来不是宝贝的东西 天父上帝今天 我们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愿意一起 来领受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下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看到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最宝贵的 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最值得我们追求的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看到 那就是你自己 就是耶稣基督 你自己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恩主 你是我们的至宝 所以今天 我们一起来仰望你 我们一起来寻求你 我们愿意一起 被你的圣灵充满 被你的圣灵得着 我们把下来的时间 恭敬仰望 你高颅 你洁净 想做出口的孩子 也亲自来开启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 让你真理的光辉 能够照进去 这样祷告 祈求仰望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曼 那我们接着上一次讲 上一次讲到什么呢 上次讲到说 保罗他说 有些人传的是虚假意 有些人传的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意 真正的意就是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他的恩典 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恩典 不是靠那些虚假意 讲那些什么外在的那些东西 什么割礼 自己是什么样一个法律赛人 不是靠那些 保罗在说到那些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那些东西 要是讲那些外在的东西 他都有 他更厉害 但是呢 他说他马上话题一转 他到三四到六节讲到说 要吹吗 我就吹吧 但是他说 那些东西 我现在已经都完完全全把它看作分土了 把它看成了没有价值的 所以保罗在晒他的光荣的背景 他的那个外表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东西的时候 他并不说那些东西是宝贵 而是说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再是宝贵的 他接下来 他要讲的是说 我要把一些另外的 我看作的是最宝贵的 原来以为荣耀的 那些我不再大贵的事 而原来 我一直在逼迫 一直反对 现在成了我生命的宝贵 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总结为 这一段实际上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保罗 保罗的观念的改变 观念 三观 三观的改变 他在讲他的世界观的改变 他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改变 原来对世界上那些 大家都梦寐以求的事 他也梦寐以求 现在 他把它看成愤怒 这是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原来 看着最为宝贵的 最为有益的 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 现在看位有损 原来作为质保的东西 他现在已经把它看作愤怒 反过来 以耶稣基督为质保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根本改变 从前逼迫基督 现在呢 是以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 效法基督 为他的人生的目标 这是一个生命观的彻底的改变 我就想这样来总结一下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 保罗在信主之后 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怎么改变的呢 他实际上 在上一次我们讲他那个经文中 就提到 他是 对原来有些东西 他已经看得完完全全不再重要 原来他看什么东西重要呢 原来他看那个名声很重要 名声 他自己讲出于自己的名声的时候 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离 纯正的西伯来 西伯来人的西伯来人 我是法利塞人等等 他讲那些什么意思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年代前面 这些他说的这些 都是当地人 神大目指的 赞 赞 是这样的人 就是很厉害 他是个纯正的犹太人 根红苗正的西伯来人 并且呢 他严格遵守犹太人的那些规矩 第八天受惑了 这样的人 好人一个呀 是件模范 所以他说 我是模范 原来他追求这些模范的名声 原来追求学问 当时想找个做研究生 找个导师 找谁当导师呢 找学部委员 加玛列同志 加玛列老师当时可厉害 那是大明明明 甚至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把这个拉笔 这个著名拉笔都列进去了 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 刚才我在主日学里面讲 保罗的时候也说 他这个老师 大师级的 学部委员 那时候要诺贝尔 活得早 说不定诺贝尔有奖的时候 他也能得上 相当厉害 保罗是跟他学习 他实际上是名师的高读 所以他有学论 他不但有犹太 旧约神学 这些学论 他有希腊的学论 他也学了希腊的知识 希腊当时讲什么 讲哲学 讲美学 讲雄辩术 这些东西保罗都有 所以保罗是大有学论的人 是一个很有学论的人 当时来讲 这些都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特别追求的东西 都是他原来的万事 他还有社会地位 他不是一般的人 刚才也说了 在主治学里面说 保罗说自己是法利赛人 大家说他怎么骂自己啊 法利赛人不是不好吗 那时候可不是骂自己 那时候的法利赛人 实际上是社会的精英的同义词 社会什么样的精英呢 就是这些人严格自律 他们有一个很高的追求 道德追求 说我要做到比别人强 怎么样做到比别人强呢 那就说我分别出来 跟他们不一样 我比他们不一样 结果这些人实际上做的也不够 但是他们做出一个比别人强的样子 所以大家才觉得这些人不怎么地儿 所以主耶稣基督才管他们叫 解冒为善 但这些人在当时来讲 是有很好的社会地位 可以说是宗教领袖 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宗教领袖 如果把它比作现代的话 那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是政教合一的 政教合一就是意味说 当时的工会 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团体 宗教领袖 他们掌握着实际上的权力 很大的权力 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执政党里面的 所以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 保罗有成就 他的成就是什么呢 他自己说我是热心逼迫教会的 这个逼迫教会怎么成了成就呢 当然不是我们的成就 但是在当时这个逼迫教会 逼迫新兴的相信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 这样的一群人 那是政府行为 因为什么呢 当时那个犹太的工会和罗马政权合起来 来逼迫基督徒 那个当时是主流 是社会上的一些 有权力的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要逼迫教会 那得是体制内的 得是有一定地位的 所以宝博当时逼迫教会 逼迫的挺来劲 有什么成就呢 我们看看他晒他的成就 他曾经在那些暴徒打死死体反的时候 他坐在旁边看衣服 刚才说了看衣服 不是随便人就能看的吧 比如说我这身衣服 我要脱下来去打人 我得给一个可靠的人 是不是 保罗可靠 大家都说这年轻人好像是可靠 当时说明他有一定的地位 他得到大家的公认信任 然后后来呢 去抓基督徒 说去有人 骑上马 去抓基督徒 那谁去呢 保罗去 派保罗去 说明保罗深受工会的信任 在当时来讲 那就是很有成就的人了 对不对 很有成就的人 并且呢 保罗还有一句话 是一般的人不敢说的 他说 就律法来讲 我是无可指摘的 现在谁说 就所有的法律来讲 我是无可指摘的 你们可以举手 你举手我也不信 所以你别举 没有人 但是保罗这样说 他说明他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 他在这些犹太对法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就这样一个人 原来这些事情 他是追求的 他追求这些学问名声道德 成就社会地位这些东西 他原来以为是最好的东西 他管这叫万事 他原来追究这些 做的一包劲 但是呢 他后来 他说这些 都成了粪土 这些都成了粪土 所以保罗从当时的一位成功人士 社会的成功人士 好样子 体制内的好处他全有 然后那个 是优秀的人才 但是呢 他说那些东西 现在我看的都不重要 都一千步之力 那些人笨笨语求的东西 现在他看为一千步之力 他把它看作粪土 他把那些万事丢弃 看作粪土 粪土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 粪土啊 这个翻译不是太合适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农民呢 我当农民 我下过乡了 现在当农民的时候 我知道粪土 那是宝贝啊 那是我们老农民的宝贝啊 庄家一只花 全靠粪当家 粪土是好东西 那当作粪土呢 可能宣教士 他不懂这个 他就说以为粪土 大家都不喜欢 但是 我们如果查一下原文的话 原文实际上是说 他这个粪土的含义 这个词的含义是说 是那些垃圾丢在大街上 那些排泄过那些垃圾 令人憎恶的那些东西 是那样的一个词 这个词挺复杂 可能翻译不容易翻译 翻译成粪土比较容易 所以保罗把这些办事看作了垃圾 看作了令人憎恶的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 我相信每个人信主之后 世界观都应该有改变 应该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这改变可能是逐步的 我一下子就是全像他这样 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我们逐步的都有改变 我跟大家说 我的世界观就有改变 如果 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 因为原来是在社会底层 在农村 想从那些坚固的环境里跳出来 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能够让自己能够展示一下才华 能够出人头地 但是在当时没有机会 下乡的时候一点希望也没有 那好不容易赶上那个高考 恢复高考 所以那时候呢 就很幸运的考上大学 但是我现在知道是神连门 农村的 那几乎没学什么东西 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的那些年 我自己的那个虚荣心 极度膨胀 当时一到大学里边就想说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然后那个争取以后能够出人头地 怎么表现呢 比如一开始到大学 先干什么呢 先那个学农 劳动去 上农塔劳动去 这时候是我的看家本 因为说我农民呢 所以我是在劳动的时候 非常非常卖力气 因为是干的 所以老师就发现说 这个小孩干活挺好 这个小孩不错 让他来当学生会干 他就把我就指派成 不是民主选举 指派成学生会干活 管什么呢 叫生活部长 专门管那个 什么大嫂厨厨厨 检查卫生 什么那些事 但是那也觉得挺好 学生干活啊 不管怎么说是 然后又好好学习 真是好好学习 拼命地学 认真的学 所以在第一年里面 两个学期考试之后 都是系里面成绩最好的 那老师一看说 这不错 用了学生干活 学生干活 学习就一般了 这些人干活 学业不错 然后就跟我说 谈话说 你还差一点 就是体育上 你得想办办 得长进 然后你就可以 是三好学生了 那对我的吸引力 太大了 但是我这人体育上 一个特长也没有 后来我就想到 我常跑 常跑这东西 不要什么技术 这个就要毅力 就玩命 对不对 你跟我跑 我跟你玩命 所以我很拼命地练 真是很刻骨地练 练一场跑 那后来 那真的是就在那个学校里面 那真的就是 他们都让给我了 都不跟我拼了 所以我就变成了 校田径队的队员 所以几次有两届 因为是 跑第一了 所以就说 代表那个田径队去比赛 如果我说 就看我这小样的块头 说是假设我告诉你说 我是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田径队队长 你们可能有我在吹呢 但是我不敢吹 因为我这周围同学好多 在多伦多有十个同学在那边 在美国有好几十同学在那边 那么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虚荣心 我拼命的去追求 我把这个当作是智光 后来倒是也追求到什么 辽宁省藏学生 什么新大城突击手 这些东西 这些虚名 那时候我简直是 很高兴快 就觉得这个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得到了 现在回头看 那算个神嘛 算个神马 对不对 神马都不是 因为什么呢 现在田径同学聚在一块的时候 大家要比什么 就比谁有钱 谁官大 所以那时候 但是我对那些虚荣的东西看得非常重 我后来知道工作的时候 对那些虚荣看得还是很重 工作的时候就是追求做官 希望自己能当干的 能做官 所以在学校里面 也是拼命的想着去展示自己的能力 才换去当官 神怜怜我 这个做官的师徒 就不像当时追求三好学生那么顺利 最后呢 大概就卡在系主任那一级上 就再上去了 好几次机会 好像回头看是我没弄明白 不懂官场的规则 被我给错过了 但实际上 是神怜怜了 他在那个情况下 他没有让我陷在那种 官场里面去 一直在说 如果陷进去 可能多一个贪官 可能多一个什么 那个 无力 但是可能少一个基督徒 神怜怜了 那我后来 由于在 成 比较成年的时候 追求这些东西 追求的不是很顺利 所以心灰意了 但是就想 我就 还得想出国吧 再出国 所以就是 第二次 第一次去欧洲 后来回来 追求一些东西 没追求到 第二次我就想再出国 我联系到 John Hopkins 在那个 美国那边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去做国之后 然后第二次出国之后呢 我当时就下心决心 我说我想换一个活法 过去那活法 真是太 残酷了 太没意思了 但怎么够活法 我也不知道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 神就把我带见了 在查经班 虽然我在很快的96年 到美国之后 两个月之内 我就信主了 然后信主之后 我就一直在一个 很好的教会环境里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神也做工 在教会里面呢 神也借了我有些 弟兄姊妹 他们影响我 所以我的世界观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我对过去 那些 梦寐以求 拼命追求的那些东西 现在看着觉得 真的是挺滑稽 我都想想说 我怎么那个样子 但那时候就是那样子 我对神的话语 转而越来越追求 我是一直做主日学老师 大概在查经做主日学老师 所以我教主日学 还是教了些年 教了十几年 我就越学 就是越对神的话越可 越觉得自己懂得少 越觉得神的话越深刻 后来在教会服侍的过程中 我又听到了神的呼召 说祂希望我能够放下一切 来做祂的仆人 来服侍教会 那当然这个事 跟我们 我太太我们俩 共同的呼召 我们俩同心合一的 听到了神这样的呼召 也顺服这样的呼召 所以后来就把大学工作 或者是后来一个比较大的要业公司 活锐要业公司工作 就停下来 放下来 外来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 这个是一个世界观极大的转变 如果没有世界观的转变 如果还是以前追求那些名和利 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的 所以神怜悯我 神是这样的前选了我 神是这样的拯救了我 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样看待你们自己的世界观的 一个人生 他最大的转变 最大的改变 就是世界观的改变 就是看世界的程度的改变 就是对生命意义的一个新的认识 我不知道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怎么样认识 但是我相信 主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圣灵如果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我们的世界观都会有些改变 我们都会把原来 可求的那些最可求的那些东西 在信主之后会产生改变 会看到说 有比那些更宝贵的 所以我盼望 盼望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的世界观都有改变 都发生改变 当然这改变的速度可能不一样 但是都应该有改变 明显的改变 潜移默化的改变 都是改变 那么这个世界观的改变 就是在圣灵的帮助下 我们对自己看世界 对世界上所追求的东西 有一个重整 有一个变化 而这个重整的变化 会给我们生命 带来一些影响 让我们为神做出更美好的见证 所以世界观的改变 必定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 我们经常说三观 这个世界外价值观实际上是一致 世界外的改变 一定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观的改变 就是我们看世界角度不同的时候 我们对世界上的这些东西 他价值判断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到你角度不同 价值判断就必然不同 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我以前看作呀 是我对我有益的 有那些事情 现在 现在都看作是有损的 一些好的东西 一些他看为最宝贵的东西 他现在看为不好的 并且是对他有损害的 那么现在什么是他最好的呢 现在说 他说是耶稣基督 现在是我的至宝 都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 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看为至宝 我们想一想 宝贵的东西 原来他认为耶稣基督 不但不是宝贵的东西 他还要迫害他 他还要去迫害他 谁信他他就去抓谁 就去害谁 现在呢 他有一个转变 他说过去那些 过去那些所信任的那些 有价值的东西 好的东西 他现在看来 都已经是完全是有损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 这是一个方向上的 根本的彻底的转变 转到这边来 同时呢 这边还有他原来迫害的耶稣基督 他现在不但不再迫害了 反而还把他当作至宝 当然还向着耶稣基督跨越了一大步 所以我说呢 这不光是一个转变的一个动作 而且还有一个跨一大步的动作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并且是带有飞跃性的转变 保罗他世界观价值观改变了之后 就影响了他的生命 所以他就开始把原来逼迫基督 变为跟随基督 原来把基督当作是必须要消灭的 他现在把它变成了至宝 看为至宝 他可以放弃他所有的特权优势 就是转而来追随这位他原来逼迫的基督 他甚至到什么程度 他追随基督追随到可以为基督献上一生 万死不辞的程度 他不怕艰苦 不怕迫害 所以这样一种转变 这种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 真的是让我看到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佩服 为什么他把基督看为了至宝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至宝 保罗是怎么样把基督看作至宝的呢 是他在亲自经历了耶稣基督信使之后 他不是在大马瑟路上 要不杨威骑上马上走啊抓人去了 但是突然你都知道那一段经历 天上一道大光 把他眼睛照下了 掉下马来 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说话 这是欲聋的声音 教训他 保罗呢虽然说 他原来是可能是逼迫基督 但是他并不是对基督没有了解 他实际上可能心里也在想说 怎么样这样一位失败的人 怎么这么多人去追随他呢 但是在那一刻主耶稣基督就叫他完完全全的明白 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旧约里不断的向以色列人预表的 那位将来要来的救世主 就是那位要给全人类带来拯救的 那位救赎的君王 保罗在那一刻听懂了 认清了 所以他对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降服下来 他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主 我应该做什么 主耶稣基督就指使他到城里面去 有人会带着他 所以这样一个转变 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转变 这是挺令人羡慕的 我们好多人没有 我刚才在说我说我没有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转变 但是神潜移默化地改变我 如果谁有这样惊天动地的改变我佩服你 我欠了你 那是神对你特别的恩典 惊天动地的就把人改变过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保罗经历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慈怜悯 看到他的谦卑舍己 看到他所有的美德 主耶稣的美德真实的吸引了彼得 保罗就愿意放下一切 愿意来跟随他 耶稣基督是至宝 所以我在这下面加了一个小标题 就是我们自己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什么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 看来至宝的东西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比如说有人问你说 什么东西是你最宝贵的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坚定地说出是主耶稣基督 可能有时候会想到说 最宝贵的最值钱的钱呢 银行存款呢 银行存款最重要啊 但银行存款 半是明智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 但只不过是个数字 对不对 假设像圣经说的这样 无知的人呢 假设今天你的灵魂就被取走了 意思就是死了 那些钱有什么用呢 都是留给别人的 对不对 留在瑞士银行里 突然瑞士银行弄去了 所以钱真的是没有意义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大概不是 不会有很多人说 钱是我看的最宝贵的 我如果让大家举手的话 谁把钱看的最宝贵 你肯定都不举手 然后有人说 我把子女看的很宝贵 对不对呢 这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子女是天赋上帝 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产业 这是没错 你要很重视 看到子女得那么宝贵 是不是 宝贵的产业 但是子女 他是神交托给我们 让我们替他管理 来代管 等待长大了 他变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 像我儿子现在三十多岁 那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的影响对他就很有限了 你的责任就已经尽到 虽然我们还有很美好的关系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所以那也不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 因为我们人生中很多的时候 不是和子女在一起的 我们也不能陪子女到底 所以子女也不是我们最宝贵 有人可能说我的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事业 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去做 要静音业业 尽忠之手 要尽量做出成绩来 来荣耀神的名 归荣耀给神 但是呢 你做什么程度 那个在永恒里边 不是上去评价你我的一个根据 不是说你啊 你是这个大科学家 你是大政治家 你是大作家 你是平常 好上去说 好来来来来 上座上座 然后看我们这些普通人 今天上座 一边但是像 那不是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是 他是公义的 他是慈爱的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你想想你家的孩子回去 你的那个部长孩子回去 和你那个看大门孩子回去 都是一样的亲 一样的是我们的骨肉 他让我们人可能有些时候做得太好 但是神看我们都是他眼中的同仁 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因为这些都没有永恒价值 唯有耶稣基督 那才是我们的至宝 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的 价值观的改变 我们把耶稣基督看作是我们的至宝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耶稣基督为至宝 再回个头来再说几句 我们把耶稣基督看作至宝 我们得问自己才行 如果我可能说 我没有觉得他多宝贵呀 那原因就是 我们可能还没有真认识他 还没有完全认识他的善 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恩主 他是一位恩典的主 他为我们能够为了赎我们的罪 为了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不再被定罪 让我们可以恢复与神和好 他宁愿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牺牺牲的神 你信什么 你追求什么东西 你都找不到那个牺牲的神 为你为我牺牲 神呢 高贵高尚 但是他竟然为我牺牲 牺牲的神 同时我们 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救主 他是一位复活的神 他是一位有复活大能的主 他是一位将来要再来的军王 我们是有盼望的 他已经复活了 他是真实的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是很多人都证明的 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 说基督信仰中的那位救主 耶稣基督是一个复活的神 是因为复活的神 跟我们的盼望 跟信一个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信一个道理 可能有些时候想象有道理 想象有些时候可能就过去 但是信一个不活的神 那不一样 那个盼望是真实的 是确切的 所以让我们真认识他 真认识他 我们就一定拿他 当作是最宝贵的 那怎么样真认识他呢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 或者说有一个主动心 我们好好地来学习 好好地来学习这本圣经 学习这里面有关于 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 一些描述 我们真认识这位主 真认识了之后呢 对我们的人生 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 我们就知道这位主 就是我所追求的 那不真认识的时候 想想说好像也没什么重要 那你就会得不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预备的 为我们预备的福分 所以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 还有刚才在主日学里面 看到弟兄姊妹 认真的 如极似渴的那种学习的热情 我感觉到很受欣慰 很受鼓励 因为这就是神 把我放在这里面 我愿我要看到的 我愿意看到神 是这样的 在我们中间 做这样伪善的工作 当然有的时候你说 我卡在哪里 我还有些哪些地方 需要搞明白 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并且完全的认识祂 深刻的认识祂 看到祂是我们的至宝 如果看到这样一点的话 看到祂是至宝的话 我们就会很乐意地跟随祂 我们就会忠心地跟随祂 来笑话祂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抓住机会 如果是允许的话 可以早起来一会儿 我们九点四十五有主日学 随时敞开大门 欢迎大家 那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 你不论是想在信仰的基础上 再扎实 再堅实的基础 那你就去阵语 和水平弟兄那个班 好好地来重温一下 我们有关基督的信仰 其实最基本的一些信仰 如果你说 我想能好好地了解一下 一些健身性的一些道理 保罗书信 我有挺感兴趣 你来另外一个班 欢迎大家 还有呢 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看为宝贵 我们就会愿意服侍他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主啊 他已经为我们 丢弃了天堂上的那个宝座 愿意来服侍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回报他 我们愿意来服侍他 保罗为服侍主 他丢弃了万事 那我不知道不 我们大家为服侍主 愿意不愿意丢弃点什么 放下点什么 反正说丢弃万事 可能这个要求高了点 像保罗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你都丢弃了 也喜欢没到那个火 但是呢 放下来什么东西 可以吗 我们肯定 耶稣基督的缘故 放下一点 以前看为很重要的东西 很宝贵的东西 比如说以前看为很宝贵的东西 遗落 最近我们在那个小组里 大家看来就说 看圣经实在太闷了 没意思 看电视剧特有意思 那是看多少集都不累 一熟一熟看都不累 看圣经看起来 马上就不困了 这只是因为 大概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放下一点余落的时间 看电视剧 打牌 那些没有什么有恒意义的事情 放下一点人爱的时间 来追求这位是至宝的耶稣基督呢 我们愿意多用一点时间 来爱弟兄姊妹吗 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需要互相努力 我们互相来表达 从神来的爱心 我们有没有在一周的时间里 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动的去关心他 我们愿意放下一点 自己的时间 来参与教会的服饰吗 我们教会服饰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家来讲 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来服饰 比如最近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加入 加入茶点的服饰 还有陈毅弟兄姊妹加入茶点的服饰 音响服饰 还有那个新来的那个 惠小精姊妹参加那个青年团契的 但加入服饰实际上对你是很有好处 因为我们服饰的是这位神 服饰这位神 我们参与的是永恒的时空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参与了服饰 我说我们已经大概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服饰的比例了 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如果你愿意的话 放下一点自己的时间 愿意来为神的家来做一点事情 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家 我们愿意放下一点 我们愿意放下一点 我们看作是命根子的那个钱 愿意照给圣经的教导 去做出我们应有的奉献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 但是我们自己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以为说我奉献给教会一点钱 我可亏了 亏得大部分出现 其实不是 其实你是能的大部分 因为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这样的一些放下 这样一些奉献 是存在天堂永永远远的 是永远存在那里的 是一笔不会贬值 是一笔不会修坏 是一笔永远的存款 所以我们愿意在神的时空中 让以前以后在天下里见到主的时候 主说看这个时空中 有你一份 有你一份 我们愿意有份吧 所以我们因为保罗所放下的 希望他所放下的能够引起我们思考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能够放下什么 还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 去辅救那些比自己卑微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放下的 让我们学习保罗 让我们愿意放下过去 我们看作是 质保的那些东西 而现在为了我们新的一个世界观 转变 价值观转变之后的质保 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来为他 来放下过去的那些东西 所以 求圣灵 让我们的心有这些思考 现在我们进到第三个 要思考的方面 第三个方面说 如果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一个人的世界观改变 那他对整个生命的离禁 和他在整个生命中的活法 一定会不一样 所以保罗的生命观也有根本在改变 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 他是怎么样生命观改变的 我们一起来读九到十一节 好不好 下面这一段 并且 得以在他里面 得以在他里面 如是自己的御马而得的意义 乃是信基督的意义 就是说以信神而来的意义 是我认识的基督 小得他 小得他护和得大 比小得他 一同受 小得他 保罗的生命有了根本的转变 他生命是怎么样转变呢 这节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一些关键的 我把它highlight成红字的一些 保罗首先是认识到自己有一个 生命中有一个身份的转变 他不是原来那个扫罗 原来是那个逼迫耶稣基督那一个 他是变成了使徒保罗 他有个身份的转变 他的身份的转变呢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已经成为神的子民 基督的门徒的人 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身份的转变 身份转变是由认识基督开始 首先要认识基督 如果不认识基督 我们进去听说 可能有个神 那个真还不行 必须要认识这个基督 认识基督之后呢 知道他是神 赐给我们的救助 知道只有通过他 才能够得救 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得得救 是使徒行断说的 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是我们唯一的救助 然后我们愿意信靠他 接受他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信成义 上一次我们讲到 说真正的意义 是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 信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从过去 与耶稣为敌的路上回转 悔改 来归向他 这样的人 就得到了 从神那里来的义 是一个真正的义 我们就得着了基督 我们就在基督里 这就是刚才里面的那些 关键词 我们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呢 意思就是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跟基督是一起的 如果以后再进天家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想 我们还是做的不够啊 我们还有毛病啊 这怎么办呢 战战兢兢不敢进去 但是只要我们跟在耶稣基督的后面 耶稣说 这些人 是属于我的 虽然他们还有毛病 但是他们是属于我的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神的耶稣基督的保血遮盖了 耶稣基督用他的衣袍包裹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被神接纳 神说属于我儿子的 属于三位一体的圣子的 这些人我都接受 不管他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会叫他变成一个 最终变成一个圣经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荣耀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子民 神的儿女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身份 这个美好的身份 实际上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 向每一个人敞开的 如果在做的 还有犹豫的 犹豫不决的 还有不太清楚的 我真的是把我的圣灵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 而我们就愿意来认识他 愿意来信靠他 愿意来得着他 愿意在基督里面 我在这里课想这样说 神把这个礼物给我们 救恩来给我们 是永生的真神 用他最大的善意 用他最大的耐心 最大的恩惠 要把一个最大的殊荣 给我们这些最不配的人 或者用一个比喻来讲 这是那个永生主宰天父上帝 再拿一个酒杯向你敬去 罚酒会有的 罚酒是在最后的审判里面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想起它 非得要敬酒不吃 等着去吃那杯罚酒呢 求圣灵感动 求圣灵做狗 能够拨开我们心中那些礼物 让我们看到这位爱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和他在永恒中相遇 结成最美好的关系 当然生命观的改变 也就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命的存活 就再不一样 还是这段经文 后面他说 保罗生命一改变之后 他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量 他就愿意跟基督一同受复 甚至受死也不怕 他整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观念 生命的意义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保罗说 我认识耶稣基督的大量 但他接着说了一句 可能让我们有的时候 有些误解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或许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是最后那句话说的 或者是加了亚文号 因为这个亚文号 是在历史上 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 提问 说这什么意思啊 保罗怎么了 保罗是犯糊涂了 他怎么对死里复活这个事儿 没信心 不确切 他认为他自己也许复活 也许不复活 保罗的信心哪去了 这有点太在面了 是不是 好像跟我信心呢 那么这句话呢 根据好多的解禁家分析说 这应该放在他整个的 这个前后文里面去看 保罗实际上 并不是在讲他的疑惑 如果我们放在整个的 我们说这句话 假设说刚才我们讲 摩玛书的时候说 保罗写东西 有些时候他在一个 特定的语境里面 思考的时候 那句话呢 是一个特殊的表达 但是我们要看他 整全的思想的时候 要看他整个在 他的这些书信里面 所表达的意思 保罗在他书信里所表达的 对复活的理解 那是最经典的 最确切的 我们可以回头去 有空力学圈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就是讲复活的 不但讲复活 复活的好多详细的一些理解 可能的一些 出现的一些情况 他都已经都说了 包括复活的机体 是什么样 身体是什么样 在这里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保罗在这里讲了 他跟随耶稣基督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死 他只是在说说 我是会复活的 但是呢 这个复活 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我还不太清楚 所以英文的翻译 会稍微好一点 希腊文的 原文呢 因为他那个 喜字如金 所以他那个翻译 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那么英文的翻译呢 像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翻译 他翻译是说 If by any means I can't resurrect By any means 他说 可能 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的方式 我不太确切的方式 我会以那种方式复活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因爲什么呢 因爲什么呢 因爲我还没复活呢 我还没经历呢 那过程呢 所以保罗是表达这样一种 千倍的理解 他不是说到时候 我会像变形金刚一样 这什么那样 他没有说那样 他说我会以 somehow 一个方式 那个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翻译成somehow somehow 也是一种 不是很确定 那个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对复活 他确定无疑 但是对怎么样一个复活 究竟是死了之后 都烂没了 然后怎么样出来 你怎么给你一个机体 那个什么样 那些事情 有很多奥秘在这边 保罗没有很夸口 他说他全知道 他说他可能 会以某种方式复活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复活是肯定的 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的判斗 或者是我们基督信仰中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如果我们相信复活的话 我们就不再怕受活了 因为基督在圣经里面应许 他应许说 我们会遭受苦难 但是他让我们心里有平安 因为他战胜了世界 他战胜世界的最后那个决局 最后那个凯旋 是在永恒里面 是在将来他再来的时候 在心天心地里面 所以保罗有复活的确许 有复活的把握 我们就不再怕死了 因为主已经战兽了死他 死亡是复活的前奏 主耶稣基督就复活了 所以他一定会让我们 以某种方式复活 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结局 所以保罗不怕去效法基督的死 我们不怕死 基督徒如果是真信基督的 应该不怕死 因为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 人生啊真的是很短暂的 人生短暂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知道那个 有很多声音很多的比喻 比如说是那个说是 一生叹息 眨眼之间 早晨那一下花一样 晚上就割下 用各种各样的时间来比喻它 但是我们知道说 真的是很短暂 我好像说 从美国 从来到美国 来到北美 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我都不敢想象出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经都老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 有的时候来到这里说 一转眼我这里一年多过去了 好像说 就昨天的事情一样 但是呢 我们看到时光真是很短暂 所以 中国文化里面也对 人生有一些讨论一些话题 但是这些话题 我们会看到说 它多数都是不能给我们 带来一个真正的鼓励的 比如说那个三不朽 那个什么 利得利公利严 利公利严那么容易吗 你利个大功 叫事实在在都记着你 谁有这样的大功 当然可能有了 在座的弟兄 可能有 我不知道 利严 你写个什么东西 事实在在都记着说 这是你写的了 现在连语录我都不记得了 所以你写什么东西 想要不朽 是很难的 那有人说我利得呀 我利得 我得好 我是一个有得之人 但是有得之人不是自己说的 我也觉得说我自己听有得 那就大家说 大家都公认的 道德永追不朽的人 又有几个 所以从儒家文化 正面古典来讲 我们知道 这实际上不太现实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很多人 绝大多数的人 不可能做到 利得利功利严 永远不朽 那负面来讲 儒家就说 那算了 那就 得过窃过吧 对酒当歌 每一天即时行乐 人生苦短了 所以这种教导 实际上更普遍 是我们这个 国人更普遍接受的一种想法 所以现在你看到 那些人都有一种 好像贫死的那种掠夺 那种挣扎 他贪的时候 他贪那些钱 已经够他好几辈子吧 他下几辈子 什么时候他都不知道 还贪 还贪干什么呀 就堆在屋里 站在屋里一堆尺 把床里都支起来 什么用都没有 但是他还贪 就是这种观念 就是这种贫死的观念 明天要死 现在好多东西都想 都搂在手里 所以这些东西 都不能让我们 能够看到我们 真实的归宿 我们真实的归宿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生最大的意义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如果一个人 他把他的生命 把他的生命 和永恒的神 永恒的大业 连在一起 那么他的人生 就有最大的意义 因为他有永恒的意义 所以人生是客人 所以人生是客人 无论你是活到补息之年 冒蝶之年 还是有些过早的夭折的 无论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那个在永恒里面 都是可以忽略的一瞬间 如果不拥有永恒 你就拥有八十岁 就拥有一百八十岁 现在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一百八十岁 都没有用 都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瞬间 所以让我们来追求神 让我们追求神 连活一早 是有意义的 是为永恒做准备的 上帝给我们生命 是为永恒做准备的 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 让我们的人生有永恒意义 让我们的人生 能够有根本的意义 那就是平安喜乐中 我们度过了一生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永恒的 一个彼岸的一个开始 在平安喜乐中 我们笑话基督 能够给别人带句祝福 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这是最幸福的 最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今天圣灵带领我们 一同来 一同来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们笑话保罗 寻找保罗的思路 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的人生究竟意义在哪里 我们从保罗的世界观的改变 价值观的改变 我们看到说 世界观 价值观是决定我们 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那么要想改变世界观 改变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基督 接受基督 效法基督 同时呢 如果我们认识到基督的宝贵之后 我们的价值观 世界观把人改变之后 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就不一样 所以效法基督 就成了我们生命 有恒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 下诊欠人祷告 恩主 你真的是我们的至宝 我们谢谢你 你赐下恩典 赐下救恩 我们谢谢你 你赐下生命的意义给我们 也谢谢你 让我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们 他们都已经认识了你 他们愿意来效还 他们愿意在圣灵的帮助下 让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 生命观做出改变 我们求圣灵进一步引导我们 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 给我们带来的能力 让我们靠着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来盼望永恒 每一天都愿意多认识耶稣基督 每一天都愿意多跟随基督 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往掌权 成为我们生命意义的全部 祷告仰望祈求 奉募救主耶稣基督 阿们